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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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餐厅店的客人还以为是门口在放鞭炮 谁想到那是一条人命 有候选人被当场提并 那么这个新制的台湾自然实战 好久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就在民国九十一年之前 就跟我们的发生就很累 在当时引起了警方 尤其是警政局高度的重视 赶快成立了1116中央小组 进行前面的清场 歹徒开箱之后坐着摩托车逃离现场 而曾进其被紧急送往荣种辞救 但早已回天法术 他们的家人把被子掀开来给我看 沉浸起他的遗伦 他的眼睛微微有一点张开 嘴巴真的大大 牙齿露出来 满脸都是血 然后这个脸这边 有一个子弹擦过的痕迹 一个非常年轻的士医员 跟我曾经同事了四年的士医员 就离开我们而去了 整个脸都黑了 非常黑 不是让我们 一般往生前的黑 也是很奇怪的那种 那种清黑 我们两个人 惊惊 有的人惊惊 有人说 有一种 我不是说是厉鬼 有一种厉鬼 那种 有没有 带着那种 清黑的那种 怨 怨 看到沉浸起被歹徒施暴的产况 家属和友人们都流下不舍的眼泪 尤其是爱陈志祺从小有着身交的士医员 林瑞图更是感叹 他说若是陈志祺肯提她的话 也许可以从阎罗王手中抢回一条命 我去的说 阎萌寺典三个世 三个世 十五老林贵公斤 我去的一世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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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萌寺典三个世 十五老林贵公斤 而为何林瑞图会这么说 因为在沉浸起出发之前 他早就劝她要带着随护 不行谁不要去 他说不要不要 我马上回来 我去外面跟他 我跟他出货啊 讲一句话就回来 我来说 他跟他讲一句 他讲一句 他讲一句话 就是我老婆 等我来找 这不在乎 他说永久 我那句话 因为已经闹不过了 所以我去 这个主要 你说 你出发多久 大温小会 我叫欧 沒有啦,我命中有這麼多 就這樣說了,我告訴你啦,你娶妻 他女人要娶妻,我本來在做水務 讓我們情人在做一次 因為水務也很壞 因為這個五歲時才會這樣 對啊 陳敬奇的一語成正 難道之前命案是死神的安排嗎 真的沒有辦法可以躲得掉嗎 其實在更早之前 林瑞圖就曾告誡陳敬奇 他聽到風聲說有人要幹掉他 但偏偏 陳敬奇就是聽不進去 絲毫沒有體戒的陳敬奇 中槍倒地,可能到死之前 都還不曉得是誰殺了他 而且由於來的太突然 據說連家屬去招魂還招不到 他們家的人一百百百一百百百分 有十百百百才哪 他媽媽跟他兒子說 發電要再請一個法師 要在現場再請混燈 要請一個法師跟他兒子 請零雞排仔 去他發生地點桃園發生那裡 然後再請他兒子 再請問他 好不容易招到魂之後 家屬在沉浸期的北投服務處 擺設靈堂 但偏偏怪事傳出來 大樓頂上竟然有水塔女師 這一連串的不詳 難道真的是死亡的詛咒嗎 這個味道裡面是特別臭 先跟鄰居確認一下 看水塔裡面是不是有問題 反正我們上去看的時候 就似乎有發現 從風水水來論的話 他這種是屬於一種暗示 如果純醫員他本身還沒死進去 他旁邊的幕僚 如果發現到他樓上有一個迷失的話 那麼可能對他本身 自己就會提醒到自己 因為他這種地理的話 旁邊那是公園嘛 那公園是屬嬰嘛 那死去這個女子 女孩子也是屬嬰 那可能從風水水 代表他這種是屬於一種暗示 在當時警方因為遲遲無法破案 叫淵死的陳敬祺如何放得下 不少支持者說看到陳敬祺現身 這個請問後回來 就有很多人說有看到你 有看到你 他比一個人說 因為我們剛才有一片山的 風雲三下有人說 很多人看到了 他其中有一個看到阿姨說 欸 嚇一跳啦 他說陳敬祺現身他怎麼回來了 他才會發 他像說要發發的步驟 發的驚走 還要說沒有 沒有他才不是說 陳敬祺現身你現在在創什麼 因為那個人說 我議員還說 我現在就是在找風水 除了死者想知道真相 活的人更想為陳敬祺抓兇手討公道 所以開始有了各種傳色 難道是問這一項犀利 不會強權他黨人財路 還是因為他要連任引起的選舉糾紛 因為在當時就有小道消息傳出 和陳敬祺相當友好的里長 陳曹琴也要參選 兩個好友成了敵人 兩個的服務處還正巧在對門 身為陳敬祺的好朋友 今天發生這種惡號 陳曹琴身感哀痛 那曹琴能夠做了 現在也只能表達一種 哀傷跟慰問的意思 有很多人來講的啦 說他 那不要講啦 那講你就說 我們這個最多百人 不要講就對了 因為百人的先民 命令再來跟我們說 沒有政治 對吧 他要跟我們說什麼 對吧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要說政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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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時陳敬祺在整個台北市議會 算是畫出了跟黨的大義 陳家幫的老大 所以當時呢 有很多的我們講 一些所謂的公眾議員 大家重說 會贏 這個案件 我們懸賞 新台幣兩百萬元 懸賞新台幣兩百萬元 希望民眾 提供 跟本案 有關的線索 當時警方成立116小組 開始也摸不著頭緒 只能抽絲 拨解慢慢主力過濾 終於五個月之後 找到歹徒發案時 乘坐的摩托車 從摩托車的駐箱裡 踩到一枚清晰的指紋 經過比對 警方查出 有殺人前科的真心男子 就是騎車經驗的困犯 進而左立天道門 太陽會的殺手 董治太子 他在昨天的四月的動影 慢慢慢慢跟進 改道的董治太子 這董治太子說 如果有三個五萬 有人叫我給他拆掉 有人叫你給他拆掉 是呀 出黑國發五百萬 原來是滿胸殺人的 打完才五個都會 對 對 社會 造成的不安 以及 曾慶祺家屬 那邊 談到很道歉 特別是會來的 經理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吃不好吃不好 但是誰支持你做的 所有的民團在警方突破殺手 董治太心房之後 董治太公稱是陳敬騎的好友 也是選舉時大樁腳的陳曹琴指使他幹的 這個東西完全疊破所有的警察 好 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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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疊破 這些人 原來 他阿爹 便利商 就是陳敬騎的大喇喇 陳曹琴 阿琴 陳曹琴 在這個四零北 在中央路上 那是一個 李丁有李丁桃 那也是陳敬騎選的 第二屆的這樣的一個 前兩屆的大喇喇喇 甚至在整個陳敬騎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陳曹琴嘛 常常是拿著麥克風幫他 出個牆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 抓條阿卡也是一個助手 這個牆也想不到他啊 那什麼牆也想不到他 因為小琴嘛 他爸爸 跟小琴嘛他本身 他當後來女子黨 也是那個 那個陳敬騎的 他爸爸一直跟他請爸爸 因為陳曹琴擔任了里長 那麼也進入了地方上的 一階所謂的票員 那麼也跟陳敬騎 十年以為跟他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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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智勳 那又不是兩個人的都交捕招招 所以呢 經常跟這件事情 不願意讓這個陳曹琴來 meta這個書 因為他連 leurs代表口會太接近 但是呢 陳曹琴呢 在他的所謂的這個周邊的幕僚裡面 一定要去操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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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嗎 陈朝琴 理事跟陈敬奇反映他想跟贝德阻止 总之他也向警方说 去年十月底他刚从中国回来 获悉陈朝琴要选台北市议员 却因为与陈敬奇票源重叠 导致了选情胶着 他便开玩笑的口吻说 可以去陈敬奇的服务处开几家 影响对方的选情 没想到一句话尽让陈朝琴当真 那么我们在讲说 现在讲讲完 但是讲者无信 听者有意 讲起来 陈敬 陈朝琴说 你怎么没去天堂 你不是说话要去抠车 有什么抠车 你当有加工 没下去 让你家里抠车 你真的要抠车 听着 你好多久 因为过来那个时候 对陈敬din 费下一个 价钱是无法 而且要助他一事 陈朝琴是想要让陈敬奇 整个因为被暗杀 或因为其他的所谓的公共 被招势与仇家寻求 那么使得他的这样的一个漂亮 能够顺利来接受 朝琴传出震撼最方震仁 警方立即传讯陈朝琴答案说明 陈朝琴当时对媒体的尽头 更是兴致淡淡的拾口否认 能不能够介意不介意吗 你要把我列路 我能怎么样呢 我能说我不是吗 我说我怎么样吗 你要讲嘴巴讲到人家身上 我能说什么 陈朝琴在一二省都被判处死刑 但高越更选改判15年 引发陈进其家属不满 全案还在最高法院实际当中 台北市议员陈进其 民国九十一年时不幸遭人杀害 不到五年 形状轻轻的台北市议员吴善九 也遭不测 他是被人直接在服务处开枪 紧急送医书写一万cc 依旧是回天乏术 据说吴善九因为死不瞑目 传出很多灵异事件 家属去招魂 挖归了九次 好不容易才招到魂 而一临时 灵车也无缘无故坏掉 甚至在他被枪杀的服务处 有员工曾经看过吴善九显灵 难道吴善九真的是有冤要素吗 我们的追踪报道 这名男子就是枪杀县议员吴善九的枪手 175公分身材壮硕 以安全帽紧墨镜 演示面容 大白天公然开枪杀人 对象还是县议员 震惊社会 吴善九被送医之后 医院紧急输血一万cc 抢救一百多分钟 终究还是救不回吴善九的命 出血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 2007年5月23日上午11点19分 在当时还是台北县的新建北新路上 发生一起震撼全国的枪杞命案 一个杀手拿枪跑进县议员吴善九的二楼服务处 叮咚叮咚 人家吴善在吗 那时候吴善九其实不晓得 在啊 回过头 在啊 二话不说的这样的一个不术之客 一百六 一千就驾到 咚咚 咚咚咚咚 可以连开枪权 吴善九完全不知道 怎么会突然杀一个所谓的 这个黄命之徒 砰去 马上倒在血后当中 被打盗的时候 他还有一树树的那个 气息带的时候 他还在 就是 还在 然后后来在等下疼痛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低 因为你一枪打下去 刚打的时候 你会没什么感觉 其实会冷冷 稍微会冷冷冷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 哇 那会长热 当记者赶到现场 可以看到吴善九的办公桌 还有办公椅子上 都有着明显的弹痕 而且地上还留有大量的血迹 不能想象当时歹徒 急于置热于死冷酷 三颗子弹 冠断 那身体里面呢 我们大概是可以发现 这边是有一颗子弹 是还留在一个皮下 输血 还有输液 还有带用血价 大概是一万细心的 但是呢 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呢 大概急救了一个多小时 那在一点零八分呢 大概是宣布 还是急救了 话说台北县议员吴善九 以形象清新 并且爱好打抱不平 获得相当多小老百姓的支持 风平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那有时候 他私家都会来找我 我知道他们有任务人 他说有没有事 因为他这样处理 那个运气 他自己在跳过去 其他处理 我还要 我还要 人家都找回 找到二十岁 你够懂他这样 可能的状民 也有点厉害 有些他会减掉 把人家都打 枪杀议员 不但与法不容 台北县所有的警察 也绝对容不下他 一定要想尽办法来抓到他 警方为了破案封锁现场 要找寻所有蛛丝马迹 不过在这期间 却也传出难以解释的灵力现象 家属招魂竟然招不到 有没有谢谢啊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案子 其实后来发生了更多的灵力 那么最主要是 当这个尸体 它的尸体 在运送到大底 要运送到太平地 变得不一样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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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 这台车 那台车 那车就不错了 不错了 不错了 这长得这么大电 电池里的 怎么办 怎么样弄那么行 我还想 我这一场 有差点的 我这可能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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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了 接电了 那我们不是这个 那样 那样 之后三个人 开始才慢慢 慢慢 再骂 那样 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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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是 吴战友 分明不晓得自己是 不愿意离开 现在 到了这个 电池馆里面 他们家属要念 念 助念 有人一两 帮这个 主要是这个 这个咒语 还有一个佛经 那时候突然 大体 摆在那里的 吴战友 竟然 睁开眼睛 到时候 还是在家属 人家讲说 三九 你就慢慢 你就放进来 我们一定会 从警方 请自全力 来追他 这个 除外 命案 犯不久之后 死者服务处内 平常在使用的抽屉 你助理 开锁后 却怎么打 都打不开 他的助理 到办公室 要打开抽屉 那个抽屉 他们平常都 都在使用的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钥匙 怎么样都打不开 怎么样都打不开 后来他的二姐 是拜托一员 不要跟这些 小女生开玩笑 所以奇怪 那个抽屉就打开了 也许真的是 吴战友 心有愚恨 所以才会有 如此的传说出来 吴战友 使用处 所传出来的 一些种种的因素 到底他是 为什么被杀 是不是有其他的 所谓的 我们讲这个 挡到人家的财路 或者是他 有没有什么样 其他的利益 就会老实说 对他讲 对他讲 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也就是 为什么吴战友 十二次 一直觉得他 阴魂不善 那样的一个情况 天火焚烧嫌犯的画像 吴战友 希望他地下有之 能够尽快协助 警方破案 把他的照片 烧给吴战友 至少 让吴战友 不要死不瞑目 知道谁杀他 在天之灵 也希望他托梦 给警察 提供一些现实 不过后来 在吴战友 遭到枪击案 发后的第二十一天 实际警政署长 侯友一证实 这双震惊社会的命案 是一起分工机密的 杀手集团所为 警方查出集团当中 至少有七个人 只有以潜逃大陆的 祖邪 吴信中指挥 执行杀人计划 不过后来 受指使的枪手 蓝家伟 在警方围捕时 开枪自杀 这个人 蓝迅的这个东西 其实也被 吴战友 为前进 过了六年之后 吴信中在大陆落网 被遣送回台时 他说 全案因为 他与吴战友 发生了经常纠纷 便120万元的代价 指使蓝家伟 王耀凯杀害吴战友 所以检方 依杀人罪嫌 起诉王耀凯 具体求处死刑 而主谋吴信中 最后法院依杀人罪 只判他25年的 有期徒刑 并科罚金30万元 但这样的结果 谁能接受 活人 无法接受 更何况是被杀的 吴善九呢 在民间习俗当中 总是认为 枉死的人 死后 如果是没有超度 就会有怨念 所以对于 克死异乡的 吴主孤魂 总会加以祭拜 但是您相信吗 在民国40年代 全台最出名的神明 竟是一尊水流女诗 一天的进香课 可以达到五万人 往后之后 带您来看 水流诗变神明的故事 欢迎回来 在台湾可以说是 三部一小庙 五部一大庙 但您可能不知道 在40年代 台湾最风靡的神尊 竟然是一位水流女诗 一天的信众 可以达到五万人 堪称比当时的 妈祖信徒还要多 这位水流诗女神 她被称为张玉仙姑 生前她叫做张金花 15岁 住在台中市 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女孩 当时不幸被大水冲走 大体漂流到彰化 大渡溪的沙洲上 成了当地一具 无名水流女诗 但为何一具无名水流女诗 会成为众人 膜拜的神明 而且她又是如何 托梦找回自己亲人 请看自身记者 李一伟 范可欣的最终报道 老年称为新港乡的张化 深港 在这边有间神情宫 拜的是张玉仙姑 神明的名字 不许大家可陌生 但早在四零年代 她可是家喻户晓 当年的信徒 据说比妈祖的信众还多 几乎每天都是万人 一万多人来 而且有大小车辆 两百辆 但是我遇到假日更多 比如说那一个礼拜天 哇 竟然来了五万人 张玉仙姑 为何能从鬼变成神 就得从庙旁边 这块沙洲地说起 早年因为大陆西水文的关系 这个地方成了 水流湿的汇集地 各个的 如果抓红不发 很多没人情人的水流湿 水流湿 早年由于常常 这边会有水流湿 漂流到这边 所以附近的居民 就把这些无名湿 埋葬在旁边这片林头树中 也使得这片树林 鲜少有人敢去 这个旁边就是 因为搁浅在这边 所以那些 本来就是我们讲的那些水流湿 也就是我们讲的零 甚至有人讲的龟 他就会聚集在这个比较阴森的地方 埋葬了水流湿的林头树怪是不断 但主角张玉仙姑 其实是一位少女 话说在民国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那时中部地区下起连日 磅礴大雨 住在台中市水绝头 也就是现今西屯区永安里 乳名叫做阿命的十五岁 少女张金花 她为了补贴家用 赶着去收虾笼 结果和另外一位科兴少女 很不幸的在法子西遭到大雪冲走 我以为她要做葬了 她都在康阿博 七月二十五日 可以入大火 入一门 入到天天 我磅入很大 她就要去收人 她的鼻子就做这样 这个鼻子就做这样 她领到这个鼻子 鼻子就放进去了 很流血 由于找不到张金花的遗体 张家仁想说 应该是被水冲到大海里头去了 不过同行的柯心女子 很幸运的被巡获到遗体 但是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我们看到什么都没有说 像我们整天来看 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 自己告诉 好 要你昨天做事 做事 他就两天做事 他吃饭不够放回 腿胜脏 天不够 最初来说 终于买去 过了没几天之后 为着彰化新港乡大渡西南岸的这片沙洲 飘来了一具上女的大体 好心的居民同样也是把他埋葬在临头树林中 但是却接连发生怪事 后来据说在树林当中出现的女子 常常托梦给住在这边的村民刘全 民生日报那时候对这个女鬼的讲得栩栩如生 她说这个常常会白衣 穿着白衣然后飘零然后来托梦 托梦给谁就是刘全 也是这个建庙的这个花起人之一 然后这个白衣的女鬼说 在临头朝下有一副最雪白的 这个骨骸就是我的 然后他也跟村长也做了一样一样的事 这个老团当初是在这家车在造型 造型跟驰驰驰驰 有天在这个驰就不吃饭 不吃饭看病 μας立的老团就来请人 sele玖 来拜拜 пог choose 过来策舫人说 你好我这个 shew ye 庙 抚抚把我蒙你贏费的 做新招 让我要你开心 尽门讨这个新招 刘泉在犯信办之下 后来发愿建一间庙 希望能够让这些水流师 能够好好的安息盖子 坐北朝南正远度的 那这种庙来讲 其实要盖的时候 有时候你神 有时候都没办法做这样 那能够做这样子来讲 是他有得到那个地理工作 有得到那个穴位 他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位置 而这位少女水流师 在居民口中成了有求必应的仙姑 慢慢的一间自评不到的预估词 在当时每天有上千人 来到这边摩拜 每天六五万 六万人 很多人来拜 很多人来拜 有受严重 有疯狂 疯狂 秘密 有好好的 要买到厚习 或是丁耳生 只要来集 你饮他心肥 青菜有青菜 草油万证明 这些就最好 台湾早期的这些农民 里面有什么 那就是生病的办法 没办法要求全民 那生病你会怎么想 会想说我生病就是因为 中学 因为腰门只在做税 所以我才会生病啊 他的想法是这么单纯 因为早期都是农民 就是水底的 他的想法就对 就是因为腰门不在的关系 所以他要好好的 来自动好好的 颁葬这些 灵验的水流师 张玉仙姑的事迹一传十 十传百 但他的娘家并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早在彰化成了神 直到六年之后 传出张玉仙姑 圣驾要回娘家寻亲的故事 张仙姑在这个地方之后 那有习生 就是出来指示说 那他就是这个台中市 那个西屯区永安里 永安巷的人 那后来他家里的人 是经由他的托梦 说他在这个地方 结果两个事情 一个是亲人找到这里 一个是鸡桶 鸡桶的身体 讲了话之后 两个是相符的 这个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 而一位乖巧孝顺的女儿 在回家时已经成了一尊神明 让座母亲的心中是五味杂陈 甘快啊 别人靠了 等着 你看着前心 她感到 一身 刚才 一个小小脑 缸 一个小小的 来 我问 他問,他說,那小孩,摔摔那一頭都不可以出的 摔摔那一頭都不可以出的 他說,這個摔摔那一頭都不可以出的 這前天小孩的那一頭就比較漂亮 而在當時台宗主廁這邊每天也是有上萬人拿到這邊進香 甚至還有人提出迷婚的要求 很多人啊,每年那一頭都在西頭那裡 到他媽媽就來 他說,他要來找新家 他說,他叫哥不家 而这样香火鼎盛张玉姑信仰 却因为民国48年一场巴基水灾 把这股热潮给大大退烧 不仅庙中有两尊神像 其中有一尊遭到洪水冲走 连信众送给新婚的金牌也不见了 巴基水灾这个大水就冲到这边来 把整个破坏掉之后 然后虽然在重盖 但是那个角度位置来讲有去影响到一些 连那个血液也被盖住了 所以变成说 后来本来在48年之前 是一个很急盛的一个时代 变成万人空向 这里当时四五万人几万人聚集在这边 那巴基水灾之后 它就有点默默 后来张玉库庙在民国74年改建成大庙 而张金花位在台中的赌厕 也在94年改建成现在的庙宇 庙中跟一般的寺庙一样充满朝气 虽然斗大的张玉库名字 或许让外地人觉得很陌生 不过在当地人心中 却是信仰的中心 欢迎回来 说到拜神 大多数的人都知道 一定要心诚则灵 但往往同一尊神明 有些人拜有用 但为什么有些人拜却不大管用 所以有些拜不灵验的信徒 就开始造口业 说拜拜的神像里面 住的不是神而是鬼 甚至还把神像给断手断脚 报复神明 不败奈不保败 不过现在有一位自称 会通灵的作家语色 他说神明告诉他 拜神根本不是有求必应 而且拜拜还得拜对神才有用 那到底神该怎么拜 才不会有败没有保败呢 请看我们的最终报道 你真正啦 人的恩保的时钟啦 一口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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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他們乘坐天嶼 以前台灣一個很有名的靈機 他很會掛畫 他講了很多話 後來他旁邊還有一個人在歡迎 拿一本陸法大字給我 奇怪 天嶼怎麼是陸雲呢 後來他身上護的領事 早期能久親王來欽佔台灣 就是先來台灣貪路時期 所帶過來那些關西地帶的老日本兵 那些人講的是日本的古話 那位翻譯他以前是讀日本書的 他竟然聽不懂 還有他那個去翻譯 那個讀日本字的文字 還有一些 那些什麼天界什麼 可能是遠古時代哪一個民主的語言 我搞不清楚 應該是這樣 這個連接不是用眼溝通 連接是用意念溝通 意念是一種量子 而畫面上就位年輕人宇瑟 他是位靈學作家 他自稱能藉由靈動 來和神明溝通 但其實一開始 宇瑟的怪異舉動 讓家人都誤以為他重邪惡 就是我在二十幾歲時候 有一天晚上突然 不知不覺就是開始會動 手會動啊 頭會動 身體會動 在當下其實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對這種東西的探討 沒那麼深 所以我當時一般人都以為說是被鬼附身 那我當時跟大家都一樣 就會去往宮廟跑啊 就看看說到底怎麼回事 那後來我跑了三家宮廟 有人說是祖仙靈的問題 有人說是被鬼附身 有人說是女鬼來討 就是我問了三家三家不一樣答案 宮廟的三位神明說法沒個準 女色乾脆去醫院做檢查 但很奇怪的醫生說一切正常 所以他也就習以為常 但沒想到到後來 他說竟然能透過天語和神明溝通 但吉利姑的說啥 真的只有他自己還不夠翻譯了 那他講話方式是這樣子 一塊膜的本土膜的一塊膜 一塊膜的一塊膜的一塊膜 一塊膜的一塊膜的一塊膜的一塊膜 一塊膜的一塊膜的一塊膜的一塊膜 一塊膜的一塊膜的一塊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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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後來慢慢的你會知道 原來他講東西 我大概就會知道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跟神明溝通 也會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講靈語跟他溝通 這個人短暫期間呢 他會把他自己的人格跟他的身體 做一個脫離的現象 甚至他會去用另外一個人格或個體的身份 去闡述一些事情 但是有趣的是說我們發現說 這些所謂基同的現象呢 其實他所附身的人格呢 大概都是他熟悉的宗教經驗 其實說到台灣人拜神不外乎是求財求平安 但偏偏有些人卻拜得很現實 把拜拜看成是人與神的一場交易 如果有拜不保備 那往往這些神明的下場很淒慘 還得靠人來救 像這個關公像在手掌裡面 神的被弄斷 這個馬子娘娘的那個 頭部部位也被弄斷了 中國人的習性 我們對這些營建的東西 是一種公益思想 我今天跟你求 我能跟你溝通 你能給我庇佑 然後我就拜你 人最重要的神只是護術品 神只是你要來保佑 你保佑我把你換掉 若歸咎這些弱奈神明的悲慘遭遇 不快乎是信徒嫌他不靈業 沒保佑 但宇瑟說他問過神明 為何有時神明不是有求必應 第一個你跟這神明很熟嗎 還是說人家只是說 因為這個靈業所以你才來 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信徒廟很多嘛 那到底我們換個角度想好了 如果說你今天是神明 你會想要保佑一個一年之類一次的 還是你想保佑一個就是三不五十 來看看你的 這是一個重點嗎 其實有些學者認為 在拜拜之前 應該先想清楚自己所求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拜自己家的老祖宗 可能還比較有用 那很多人講說 那為什麼幾次都不會臉 因為你拜錯神 譬如說 你要求平安 求你身體健康等等這些 你求什麼最有用 求你家裡面的祖先嘛 祖先跟你血緣最相近嘛 而且這個你有所求 他的感應是最快的 應該是先拜祖先 所以家裡不拜祖先 是拜外面的鬼神 他是不會保佑的 外面鬼神是被人祖先 大家民主要熟悠祖先 他滿有可能說每個人照顧到人 對 雖說拜祖先是聖宗真遠 但多數人還是相信 神明的法力 應該還是比祖先來得有效 那到底要怎樣拜才有用 人家人都說 因為不理念的原因 是因為房間都是鬼 當然我們拜禁止 也都是給鬼子的 不是給神明啊 對 那有一次呢 我在打坐的時候 去到台北某間 非常鼎盛的廟裡面 看到一層很高大的一層神明 那我覺得他不是那層廟的主神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會在這邊 他跟我說 每一間廟的神明之所以 在那邊鎮守 一定有他的願 那我就說 那你的願是什麼 他說我的願是行醫 他說 所以你看呢 我的廟裡面 我的後人 就是我的信徒 最後我以蓋醫院 來行我的願 這些武漢神還有功能 譬如說 我關公 你求他什麼最好 求他中醫精神最好 求朋友之情最好 那有的人講說 關公還是財神 像這個道教的風神裡面呢 趙公明就是財神 所以求財 求趙公明嘛 那和和神 求下下老娘 或者求和和和二仙嘛 早生貴族神 六度母等等 這些很多很多嘛 你看你信仰來這樣 你就拜什麼神 記得要心存敬禮 要誠心 否則不會理你 既然找這個廟 那見到的神明 該如何跟他溝通 問問廟中的老前輩最清楚 拜拜 是要有要堅持的心 要信心 要拜就是要打麻祖 既然要新陳澤林 有些人說口中要念念有詞 但也有人主張說不用說出來 而根據學者的研究 其實意念是最重要的 那也就不能解釋坊間會流傳這樣的笑話 有些人講 那些印度來的神 我們講台語聽得懂 聽不懂 那耶穌 耶穌講西伯來話 你跟他講英文 他也不太聽得懂 他那個時候是羅馬拉丁話 當然就是笑話 不是那樣 這個靈界呢 它是一個氣場溝通 人身上會有一種亮子的光 那個光有好幾種顏色 你動個念頭 譬如說我現在在講 我動這個念頭 我的這個通門這邊 他會射出一條光 這兩個肩膀這邊 魂魄的地方 他會射出那光 形成一個三角點在上面 這個靈界的東西 他看到是你 那個三角點現出來 那個質量是什麼 他就改定道 你要求什麼 他也知道 他用這個來跟你溝通 而不是說你在那邊男男置語 那個香在什麼 那個香就是幫助那個氣 讓它傳達出來 另外在唐人廟當中 最常見的會藉由寡筊跟抽籤 當人與神的溝通橋樑 雖然這些拜拜準則大多數人也都知道 但為何明明同一間廟同一尊神 有的人拜有用 有的人拜卻沒用 那我曾經過神的這個問題 那神明有問我一句話 就說為什麼你問我 我一定要幫助你 為什麼你問我 我一定要回答你的問題 菩薩有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跌倒了 你會去扶他嗎 我說一定會他 我們一定會去扶他 那菩薩講說 如果每一個人跌倒 我們都去扶他 那他是努力 哪一個人不是經過挫折 在爬起來的 所以神明在告訴我們 當我們在求神拜拜要靈驗的時候 先問自己我們下多少苦心 那我覺得神明的觀點 我覺得比較像是 你必須要先自助 神就會舔助 而且很多人拜拜完之後 總是會燒一大堆金銀紙 賄賂神明跟鬼神 但燒這麼多真的有用嗎 拜拜不靈驗 他們就會認為說 一定是你準備的東西不夠豐富 或是你準備的東西你準備錯了 比如說這個神明不喜歡吃這個 所以你準備錯的東西 或者是你買錯了金紙 所以神明他不收 所以你拜拜不靈驗 那我們再換個角度想 所以你看很多人在拜那些好兄弟 或是其他犯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看到靈更風 就是會有風在轉 會把那個金紙把它轉散了 因為好兄弟需要這些金紙能量 那正神不難 那正神的話你不用求 他只能幫助你什麼 增長智慧 然後那些鬼神才會幫你 求人呼報 讓你有一些呼報 但是你呼報以後你要回報 你不回報他早就這樣講 所以我說一定要求祖先 祖先呢 就像你父母親對子女 都是恩師父的奉獻 你給他求你不用回報 他也不希望你回報 歡心人跟飛碟真的存在嗎 許多人對此深信不疑 即使早在數千年以前 就一次出現不明飛行物的痕跡 像是古巴比倫的蘇美人碑紋上 就可以看到在翅膀的圓盤 甚至有人目擊 停留在空中的飛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請看我們的深度報導 位於邁阿密以南三十里的 波羅里達霍姆斯特市 這座早期的農業市鎮 是北美洲最神秘建築群的發源地 這裡有一座石花園 由經過雕刻的古珊瑚石組成 有的石塊甚至重達三十頓 被人們稱為珊瑚堡 1923年拉托維亞移民 埃德華利茲卡寧開始修建石花園 當時他把它命名為石門公園 不管人們相不相信 利茲卡寧堅称他沒有借助現代化的機械 來建造這一座令人聽譚的建築物 他也說所有工作都是由他自己一個人完成的 據說身高不到五尺 體重只有一百磅的利茲看名 只用了一個零食三角架 就能夠雕刻移動翻運 重達好幾吋的大水塊 他有一個磁碟 有三個磁碟 他還有一些鉗 他現在會上升30吋 他會在晚上工作 他不會讓人看他 然後他說 他知道他的秘密的秘密 利茲卡寧一直在珊瑚堡裡工作 到1951去世 在他留下的日誌裡 堅持說他發現一個古老的秘訣 能夠幫他把石塊變成失重的物品 他會說 去说李子卡宁盖这座箱 是为了纪念年轻时的恋人 以早期的建筑技术 这个矮小的男人是怎么一个人盖出这么大的石头城堡 令科学家们坦为观止 但这个秘密已经随着他的离去走进了坟墓 只留下无限遐想 请不吝点赞订阅